今天自制日晒小番茄 做经典的Bestroso红酱意面 小番茄一切R 加蒜片、牛汁、百里香 盐、胡椒、橄榄油 搅拌均匀 布片材烤盘上 切面炒上 煮一个140度的烤箱40分钟 小番茄防粉碎集 加大蒜、帕麦森汁、杏仁、洛勒、盐、胡椒 边打边加橄榄油 打成这样就好了 煮一大锅开水 加盐、下一面 煮好烙出来 加一点一面的水 加入红姜 翻炒 再加一点热晒小番茄 干的话可以再补一点一面水 出锅 加一点新鲜的洛勒 帕麦森芝士 可以多放一点 特技出炸甘榄油 尝一下 这个酱汁 意大利鱼叫PESTOROSO 意思是红色的洛勒坚果酱 帕麦芝 帕麦芝羅勒的经典搭配 慢慢的益色风景 吃起来蒜碱清爽 又很有风味层次 如果想要汁底更creamy 在里面可以加瑞克塔芝士 那这个酱汁 因为是用大量的烤番茄 这些番茄也是慢慢的烤出来 所以番茄本身的甜味就低限的更好 所以有这种鲜和煎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然后杏仁、芝士啊 这些东西给它很多很多层次 如果你们做这些烤番茄 我建议多做一点 就放在橄榄油里面 这样可以保住 两个礼拜是没问题的 这个酱汁的好处就是 除了做一面 你也可以用它来做一些三明治 直接煮菜面包 或者另一件在披萨上面 或者做一些蘸姜 比如说你说一些炸的 一些炸的芝士嚼蘸这个甜汁也很好吃的 黑米吃个烤番茄 再来做根面